字幕提供 那這個木瓜 你會幫我們做什麼烤素湯呢? 我做梳羅魚湯 我首先就放一點油 就把薑片放在上面 很落本, 我看到你的梳羅魚 這裡也很多 是啊 我放兩顆鹽下去 把薑放在上面 我們把梳羅魚… 大魚和小魚的魚湯 萬變不離其中, 才要煎香 一定要煎香, 味道不出不來 因為這麼小的魚 我們煎完, 如果這樣滾湯 怕會有小骨 我們就煎完, 放進袋子裡 然後再撞滾水, 明白嗎? 我們今天就是梳羅魚 梳羅魚, 紅棗, 南北杏 這個… 雪耳 雪耳和木瓜 雪耳和木瓜 先讓它滾出味 就是讓這三樣東西滾出味 然後才放進去煮 媽媽, 話說回來 你煮這個木瓜魚湯 用的木瓜就不是平時飯後的木瓜 不行… 一定要生才行 這些切出來是黃色, 但還是生的 這些蝦子比較實 這些蝦子比較新 對, 別煮熟了, 煮會破, 是嗎? 這樣就不行 幫忙拿點滾水 你要撞下去 對, 讓我來… 可以… 你讓我來, 好的 撞下去了吧 可以嗎? 多一點吧? 好… 好 好 你看, 白色馬上出來了 真的很神奇 是不是? 一煎完魚 我們把紅棗 是 南北杏 蓋著它, 先煮沸 好嗎? 給你一個蓋子 煮到最後才放木瓜和雪耳 好嗎? 這裡… 你看我們的湯 白色馬上出來了 我們把魚放進去 因為小魚小 你看 對嗎? 我們不用怕魚骨 慘手之類 剛才記得我放了這麼多鹽嗎? 是, 夠不夠鹹嗎? 還沒夠 來, 多加一點 對, 不要太鹹 夠了… 差不多了 然後呢, 那些顏色都出來了 等等 我們就把木瓜放進去 把木瓜放進去 把樹葉放進去